接著我們檢驗的是 酸跟鹼 我們會拿指示劑指示E去檢查 我說過了我們考試喜歡考十尾跟分泰 也有人考過廣用 基本上分紅沒有考過 但是你要給我會 來抽到你告訴我 你挑一個告訴我 挑十尾挑分泰分紅隨便你 告訴我酸中顏色跟鹼中顏色 隨便你挑一個 後面就沒得挑了 後面就人家挑勝的 來十尾分泰分紅廣用 挑一個 第一個人就隨便挑 現在要找個帥哥男嗎 不是挑女生嗎 沒關係隨便 12號 挑一個 看你要講哪一個 你要教十尾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三中是紅色 鹼中 請坐 十尾三中是紅色 鹼中是藍色 好 好下一個 你剩下三個可以挑嗎 帥哥拿無我 還有帥哥拿嗎 有三一 挑一個誰 分泰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鹼中顏色 九號 挑一個 挑一個 你要挑誰啊 你要挑誰啊 酸中紅色 鹼中 藍色 中間有一格是中性的顏色 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 請坐 酸中顏色叫做 紅 鹼中顏色叫做 藍 中間 中間是中性的顏色叫做 綠 他的顏色是紅橙黃綠藍 越偏紅就是 越酸 越偏藍就是 越鹼 所以可能是黃色也是酸的 OK 好 剩下一個沒得挑的 有沒考過那個 分紅 賽哥拿無我 有賽哥拿嗎 這裡都是女生耶 還有男生嗎 二十二 黃跟紅 酸中是黃色 鹼中是紅色 請坐 分紅 酸中 鹼中 第二四 指示記檢驗你要把顏色備好 尤其是時蕾跟芬太你要備得很熟 這兩個長考 好 酸鹼指示還有一個是檢驗硫酸 硫酸 硫酸用濾化被氫氧化被產生白色硫酸被沉澱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過周其表教過的重要性質 減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利用這個性質讓它產生硫酸被沉澱 硫酸被沉澱 硫酸被沉澱 也可 硫酸被沉澱 硫酸 然後就是它這個叫硫酸 就是酸底的檢驗 還有一個 古時候很喜歡問 現在比較不會問的是 鹽酸綠化氫跟胺可以互相檢驗 拿綠化氫檢驗胺 拿胺檢驗 綠化氫 因為兩個箱又會產生白色的綠化氫 這個在過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實驗 把特本拿抽掉拿掉 可是 這個實驗你能夠會 就是我們 有關於酸鹼的檢驗的一些內容 OK嗎 OK